原标题 空军新闻发言人 中国空军例行演训 有些国家要习惯和适应 新华社乌鲁木齐 9月21日 电记者张玉清 黄书波 21日召开的中巴空军联合训练 记者见面会上 空军新闻发言人 深进科回应舆论 关切说 对于中国空军开展的各种例行性演训活动 有些国家不必大惊小怪 他们要学会习惯和适应 中国空军近年来深入持续开展 实战化训练演训规模越来越大 射击地域越来越广 飞越频次越来越多 引起国外一些媒体的关注和猜测 深进科说 组织军事演训活动 是世界各国军队的通行做法 每个国家的军队要提升战斗力 担当其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利益的使命 都要经过严格的实战训练 都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要用正常的心态来看待 中国空军推进原海远洋训练 依据的是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从2015年以来中国空军的原海远洋训练已经开展了三年多次飞越巴士海峡 从开始时的一年四次到现在的一月多次实现了常态化 体系化 实战化 检验了原海实战能力 深进科说 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成功应对各种安全挑战 持续有效的跨国安全合作是在必行 近几年 中国空军不断走出国门 与外国空军开展了一系列连演连训和其他军事交流活动 在相互切磋 相互交流中学习借鉴了外军经验 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他表示 中国空军要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空军合作的范围和领域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域危机